大家好我是阿天 然後今天是20213月3號凌晨3點鐘 333 那現在呢這個是正式服正在維護的時間 就是這個1.58版 那現在這個時間呢我們來見檢一下 那有兩位玩家問這個27張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那這個截圖是我當時過27張的算是紀錄吧 直播的紀錄 那到時候那個YT直播的影片我會放在下面喔 那是一個大概兩個小時的影片 就是邊推邊直播 我大概先鋒服的角色都會用這個方式 就是一口氣直播推一整張這樣子 所以說等級會比較高啦 但是比較高呢 基本上這邊你可以看到27張的時候 我推完的時候應該是在278或279左右吧 那並不是什麼極限推圖喔 然後我的生命之數在上面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地方 就是普普通通嘛 無課的帳號 那27張跟28張 還是可以用這個耀光三寶 那雖然說這個 耀光三寶已經開始慢慢下線了齁 但是基本上27285 我覺得這個耀光三寶 基本上還是可以用的齁 然後那個 光盾的話 因為在前期的新手來講 我覺得光盾還是蠻好用的 雖然現在有跑出戴萌來 但是如果是說這種早期的打法的話 我覺得光盾給他紅三家具 他開大會開比較順 覺得還是蠻有用的齁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是一個27-46的紀錄 然後這個影片是 這個陣容是五耀光嘛 然後這個 還有福克斯 然後光弓也沒有鑽30 就是紅三家具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亞瑟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是 這是我27-46的這個紀錄 然後 稍稍等一下 這個紀錄有點亂 好然後這是27-56 27-56 那27-56 我過關的這個紀錄 可以看到齁 我的那個萊卡也沒有裝我20 支援也不夠 那萊卡有裝我20的話 相信會推得更順利 因為這樣子 萊卡裝我20的話 這個攻擊力會增低高 然後 羅萬是已經賺30了 然後 埃隆也沒有賺30 因為支援也是不夠的 然後這個埃隆是賺20 紅三家具 然後 蝴蝶也是紅色的 這樣子也可以推過27-56 那 這個是我參考齁 這個是 先豐富一個某某人的紀錄 他的那個ID就叫某某人 那 我當時過27-60 就是參考他的這個隊伍齁 是完全一模模一樣樣的隊型 那 這是我當時的紀錄 這個過關的紀錄 但是因為說這個 過關的時候這個 怎麼講 直播那邊一下就跳掉 所以說 就沒有 怎麼講 就沒有錄那個完整的陣容 不過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應該就是 光盾女僕 然後 然後 骨公 羅萬跟女妖 然後只有羅萬是專30 其他就是專20左右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那個時候過27-60 是參考這位大大的紀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他的這個紀錄是275級 275級 然後 也沒有什麼專30的角色 主要就是羅萬一隻 然後骨公也是紅色 那這個光盾跟女僕都是專20而已 也沒有加劇 然後有配一個女妖 所以說這個27張其實不會太難 那到28-29張之後 其實埃隆跟薩菲亞就會發揮作用 尤其是印象中是在29-30張 薩菲亞會變得更重要 這是我當時的印象 因為29-30張就會有很多蝴蝶 然後大樹這樣的角色 那這樣子如果說有一個 強力的薩菲亞 這樣子砸下去那個元氣彈 效果會很好 當然現在還有安之戴蒙 所以說這個是早期的那個紀錄 好那講完了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畫面有些糊 所以說這個寄給我的話 這個圖片盡量寄大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這個是說不知道說要不要推 那我覺得呢 那我就只截兩張圖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不用問了 因為可以看到說 我這個紀錄是277級 然後是在這個好像是好幾個月前 因為我現在小號都已經33張了 33-1 所以說這個 這位大蛋你的角色已經是比我當時好太多了 然後不論是九紅啊 還有這個艾龍也賺30啦 然後這個 這個什麼安之也有 然後這個亞瑟有嗎 欸亞瑟也有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角色已經是強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沒有什麼問題吧 我覺得這個推27張應該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歸了 因為他是說不知道要不要推 我覺得主線就是一路推進去 因為那個你如果說是 考慮到扭曲夢境的這個排名的話 扭曲夢境的排名是跟你的那個 水晶的等級有關係 跟主線進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現在29級喔 那個這麼強力的陣容喔 我覺得推27張 說不定一路都可以推到29張了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喔 那如果說硬要說下一隻 要培養的角色的話 其實 欸還真不知道怎麼建議喔 因為我覺得已經非常非常強了喔 那如果說真的要說培養的話 呃這個連鳳凰都賺30喔 連鳳凰都賺30了 真的是不知道應該要給什麼意見欸 我覺得或許 或許亞爾貝德吧 亞爾貝德30 安芝30可以一隊喔 那這個戴蒙也專20啦 其實這樣子戴蒙也是可以一隊喔 那這個現在也不需要練古王 所以我覺得 可能亞爾貝德跟安芝吧 這兩隻升上去之後 你又可以玩一隊這個安芝隊了 那這樣就非常非常非常全面的 但是我覺得 呃或許啦這個紅衫家具的話 光弓可以給一下喔 那光弓亞瑟的話 光弓專30我覺得也不會浪費喔 那艾龍老鷹對老鷹也已經這個紅衫家具了 那有狼人嗎 看一下喔 呃這個 欸好像沒有看到狼人欸齁 這個 欸狼人是在前面嗎 欸似乎沒有看到狼人齁 所以或許這個滿血的角色 這個 狼人可以放在心願清單慢慢培養 而且狼人也是推這個滿血塔很重要的角色喔 那沒有看到狼人的話 我覺得 呃這個在祕寶俠灣的時候 可以可以自選狼人喔 好那回到那個這位大大的問題喔 這位大大他是說 不知道要不要推喔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當然本來就是應該要推啦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就是祕寶俠灣喔 因為如果說你現在進度是在27張的話 祕寶俠灣你會 喪失一個很重要的禮物齁 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祕寶俠灣很固定是每個月開一次齁 每個月開一次 所以說如果說齁 呃你沒有到29張的話 你每個月就會少一隻自選的四個種族的英雄 那只要在祕寶俠灣的這個開啟時間齁 這個29天的時間內 你只要齁這個開啟的時間內 有推到29張齁 你就可以領這個自選英雄 這個自選英雄其實差蠻多的耶 就是一個月多一隻這個自選英雄價值是多少 9000鑽喔 如果說你運氣比較不好的話 因為這個自選英雄是三次 三次抽保底 大概每次都這個樣子 像這一次有沒有 這一次就有這個埃魯爾德喔 那如果是我小號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 我應該會選擇埃魯爾德吧 小號就是這樣子玩嘛 那主號也會選 所以說再怎麼樣齁 主線就是能推盡量推 尤其是29張齁 那這個是 這個好像是30張吧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齁 喔對 31張啦 抱歉 但是31張 這個東西還好 重點是29張啦 所以說還在卡27張的話 我覺得就是盡量推齁 盡量推到29張 這樣子你每個月的祕寶俠灣 至少都可以獲得一隻這個自選的 也不是說自選 就是他配給你的這個 這個四種族英雄 應該大部分新的都有 除非是這個 在祕寶祥灣開啟的時候才出現的英雄 他才沒有辦法選齁 像這個埃魯爾德 是在這個祕寶祥灣出來之前的話 那就是他有放在這一次的這個自選英雄清單裡面 好那所以說這個就不用考慮了齁 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好建議了 這個就是趕快推吧齁 OK好那第二位齁 第二位是這個從FB傳給我的齁 那這個也是卡在27張 他說光法開始漸漸武力了齁 那應該怎麼辦呢 那確實齁這個到後面光法也漸漸武力 就像說這個女妖啊或是光盾武力一樣 但是我覺得2728張光盾還可以上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大大的卡池齁 那這個這一些齁普普通通的這個 這個虛空隊齁 沒有亞瑟 沒有亞亞貝德跟安芝 我覺得其他三隻角色 上場的用途不大齁 最重要就是亞瑟 那亞瑟我覺得可以給他這個 轉五十就可以齁 十就有加暴擊率 所以這個虛空萊克沒有什麼問題 好然後惡魔隊嘛 這應該是這個資源比較少 然後半神隊還 有雙子有阿塔莉亞 有孫悟空齁 但是我覺得這個推圖應該是上不了 除非是拼雙子齁齁 那雙子的話我建議可以 既然已經上紅的話 就給他來一個專二十吧齁 增加一些存活率 好那我們再看齁 呃亡靈隊的話繼續培養戴蒙齁齁 戴蒙是 是這個這個 呃主要這個亡靈塔重點培養的角色齁 所以說這個戴蒙繼續培養上去 那骨弓的話可以給他紅衫加劇 那骨王現在還不是培養的時候齁 所以骨王不急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純坦就好 不需要上紅衫加劇齁 等到三十一之四 想要玩國王法上再說齁 所以說這個 呃亡靈隊現在目標齁 先把 先把這個戴蒙培養起來 然後再來是奈拉齁 這這這這這兩個角色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綠玉齁齁 綠玉隊的話這個 萊卡專二十齁 萊卡優先專二十這樣子 這個物理攻擊會有很明顯的提升齁 所以說萊卡一定要專二十 然後蝴蝶也可以專二十齁 增加這個 欸怎麼講蝴蝶畢竟也是常上場 我覺得專二十也是蠻實用的 那索羅斯專三十我覺得 如果是以推圖考量的話 用途不大齁 除非是打牛群夢境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是以推圖考量的話 欸專三十先不要給索羅斯 我們再看我們其他角色 欸再來是 就是薩菲亞 薩菲亞 那老鷹也是繼續培養 這個培養到這個上白色 才可以進那個異界旅店 才可以上這個山紅家具 所以說 以滿血來說呢 就是心願清淡的話 先擺上這個老鷹 優先培養老鷹 那狼人的話也可以繼續提升專五 但是狼人目前跟其他搭配的話 好像還是以這個 艾龍老鷹隊為主啦 因為狼人也是滿容易死的喔 所以這個狼人的話 等到這個艾龍老鷹隊出來之後 你可以試試看喔 因為畢竟只有一光 我覺得狼人先不用搶 但是我覺得薩菲亞可以繼續搶下去喔 甚至到專三十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還滿實用的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 耀光隊囉 那光法漸漸無力的話 或許是差不多可以考慮讓光攻起來囉 因為這個你已經有一個亞瑟了 然後這個耀光隊的話就是女騎士也有 耀光隊接下來培養的角色就是女騎士上白色 那這個女騎士三紅家具 三紅家具的話在牛曲夢境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上集域夢境喔 如果說沒有辦法上集域夢境的話 那這個牛曲夢境打這個小陽王的話 紅山家具的這個女騎士也是可以增加一些傷害啦 然後我覺得光光還是要培養齁 不管怎麼樣 為了之後光光培養絕對不會錯 而且像是光光你看到後排齁 站著三個不會動的 譬如說老鼠 然後這個薩菲啊 然後魯米蘇類似這樣的組合 這個一鍵射過去後排就直接暈 然後射到爆這種感覺還是滿爽的 所以我覺得有光光在前期的運用 有一些光卡你看到 後排三個都不會動齁 那就無腦考慮上光光了齁 而且上光光還有一個 這一隊好用的就是說 因為你又有亞瑟 又是紅山家具 所以亞瑟跟光光配啊 基本上這個如果對面齁 這個我記得2728張齁 應該說前面的光卡還沒有一些很奇葩的隊伍啊 譬如說這個很多乾瑟啊 或是奈拉拉來拉去換來換去啊 都是會有幾關就是後排就是站著不動的 那這樣就很適合光光隊一掃直接掃到爆喔 那如果說有一些是會換位置的隊伍的話呢 那你再換成這個 再換成那個綠域隊去 就是綠域控場隊去 去搭配使用齁 就是羅萬啊蝴蝶 然後埃龍然後萊卡齁 類似這樣的控場隊去 去處理這樣的陣容 所以一隊埃龍隊齁 然後埃龍隊還可以配上薩菲啊 就是滿常見的隊伍嘛 就是羅萬然後萊卡 然後這個羅萬萊卡 薩菲啊蝴蝶跟埃龍對不對 這這五隻角色 這個陣容其實還蠻全面蠻好配的 還不需要用到埃龍老英隊啊 就是用這個有控場 然後有羅萬有蝴蝶 然後有這個主攻守埃龍 埃龍也已經鑽30紅衫家具了 所以可以繼續提升 提升到九紅家具都沒什麼關係啊 因為這個資源匱乏的狀況下 也沒幾隻角色可以上一階旅店嘛 所以說這些主力角色 就繼續把它擺在這個 這個一階旅店的那個心願清單 那耀光隊的話 我覺得就是重點培養光工吧 因為光工 不論怎麼樣 有些人會說鑽30可能浪費還是怎麼樣 但是現在 這個鑽20就先培養上去吧 那另外 反正光工也是未來的一隊的主力 所以我覺得就算升到專30也不會浪費 只是誰先誰後的問題 所以再回來喔 看到兩位大大 再看到我的當時過關的紀錄 27-46 跟27-56的這個紀錄喔 應該會比較有信心的一點吧 我覺得應該不是什麼問題喔 像這一關27-56 我過關的紀錄是277級 然後這個萊卡跟薩菲亞都是紅色 那這個羅萬是專30 埃龍是專20 蝴蝶是專 看這個樣子是專10而已喔 所以說這樣都可以過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兩位大大27張應該都不是什麼問題齁 所以就是給兩位這個大大做一些參考 那如果是27張的話 這個網路上應該有很多影片可以看喔 所以可以稍微搜尋一下 有很多這個評價 然後又 又算是等級比較低的打法喔 那因為過了這麼久 其實難度不知道 不知道27張有沒有調降喔 但是我覺得 卡27張的話 真的要稍微努力一下 尤其是在這個祕寶俠灣出現之後呢 我覺得27張之後呢 要趕快進到29張喔 我當時會這個直播錄 錄推29張其實也是這個原因喔 就是 我記得我當時就是 推完29張之後 離祕寶俠灣這個 結束的時間好像不到一天齁 所以就是一推完之後呢 就正好可以領一隻這個自選英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卡27張 要嘛你就卡29張齁 應該說要嘛就是推完29張 再開始養老 至少你每個月 這個祕寶俠灣解完之後 都可以送一隻自選的英雄 價值是 呃9000鑽 如果衰一點的話 9000鑽就是這個意思啊 呃這個齁 這個酒館 然後這個 呃自選英雄抽 因為他是3000鑽10抽嘛 那30保底 目前我抽到現在是這個樣子 可是 我兩個號都蠻衰的 就是通常都是抽三次 才會中一隻喔 所以就是9000鑽齁 所以說這個 呃推到29張之後 祕寶俠灣每一個月齁 就送你一隻自選英雄 就是價值9000鑽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